感恩为孩子擦上成功的翅膀 感恩是一个人接受爱,感知爱,进而传递爱的能力 学会感恩,并把感恩内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和素养 无形之中,人系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融洽 越来越优化 许多孩子不会感恩,实际上不是缺少感恩之心 而是缺少表达感恩的能力和方式 近年来,不少和我接触的人都说我看起来比前些年更年轻了 刚听到这话,我认为别人在恭维我 说的人多了就不足为奇了 有一天,我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发现了数年前的一张照片 不禁吃了一惊,照片上的我看起来比现在的我还老像 为什么我会越活越年轻了呢? 我开始思考几个问题,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轨迹 我发现,这一数年来,潜心修炼密不可封 与人生智慧的积累,人生境界的提升也不无关系 其中最让我受益的是学会了感恩 这些年,感恩已成为我的一种思维习惯 一种自觉行动,一种生活方式 比如,我经常出差到全国各个城市 乘坐出租车比较多 我从内心深处感激那些低歌低解尽心尽力的服务 我常想,一个城市有那么多出租车 我偏遇到这位师父,满满人海我们能认识这是多大的缘分 我今生今世的这位师父可能只有这二十分钟的缘分 我更应该万分珍惜 言为心生,面为心色 我的感激之情易于言表 师姬受到了尊重,我立即得到了爱的回报 师姬乐情地给我介绍当地的名胜古籍 分土人情,一文去世,时不时还会给我来点幽默 仅仅是一点感激之情,回报却是丰厚的 我既增长了知识,又收获了爱意 旅途变得温馨快乐 感恩会传了,爱也能生爱 一次到达目的地后,低哥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 拉你这样的乘客真是三生有幸 我说,今天坐你的车,真是一种享受 下次,我还坐你的车 虽是小事,却让我对感恩的好处体会得淋漓尽致 我思考了一下,就打车这样一件小事而言 由于感恩,我至少得到了事项额外收获 第一,由于我的感恩,时机慷慨回报,给我友好 让我旅途心情格外舒畅,幸福感快乐感伴随一路 第二,我的点滴感恩,你来司机永泉相报 司机以东道主的身份,兴致勃勃给我讲解 让我对这座城市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对当地的旅游之源了如之掌 还被该世的地理面貌有了出钱认识 同时,少走许多冤枉路,节省不少时间 第三,由于我的感恩,司机受到了尊重 回报给我的也是彬彬有礼,周到细致的服务 等于我按大众标准付费,却享受到了心急待遇 第四,由于我的感恩,司机聚集在心头的都是积极情绪 这样不仅提高了乘坐舒适度,安全也多了几分保障 再如,我到市场买菜,总觉得那些菜能不容易 辛辛苦苦种菜出来,还要发挥那么多功夫到市场上去卖 能挣几个钱 我习惯站在菜能力场上,从不和人家讨价还价 一次买番茄,我问多少钱一斤 卖菜的老太太说,一元钱两斤 我脱口而出这么便宜 老太太说,我卖了三十年菜 你是第一个说菜价便宜的人 换了别人,我卖一元钱四斤 他们还要搞到五斤,你这人真好 撑好后,老太太又给我添了一只番茄 我把两脚硬币顺手丢到菜坛上 在路过菜市场,老太太老远就和我打招呼 还总对别人说我是好人 我还非常感念我周围的朋友 万分珍惜和他们交往的时刻 物以类举,人以群风 我的社交圈都是比较有思想且追求进度的人 朋友们都曾给过我真诚的帮助 和朋友在一起是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在一起畅谈生活,碰撞思想 切磋文笔,交流养生,打乒乓球,打太极 是朋友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是朋友给了我友谊和快乐 是朋友让我比较成熟和睿智 对于这些朋友,我觉得怎么感激都不过分 我还非常感谢县市省 以及中央宣传部,文明办 复联,团委,工会,光工委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各位领导 还有中央审市各种媒体的编辑 记者,是他们给了我鞭策,鼓励和支持 是他们给了我信心,勇气和力量 我的个人力量非常有限 硕周的工作也不足挂词 各级领导却给了我那么多的荣誉 我再努力工作也不足以报答他们的关爱之情 感激之情,化作力量 我像一只上忙发条的钟表 夜以继日的工作,学习 总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我还非常感谢我的妻子儿女 是妻子为我支撑起了这个家 她含辛如苦,默默奋险,从无怨言 她对这个家贡献最大 是家里理所当然的工程 由于这种感激之情是由内心动发出来 妻子能感觉到 妻子得到了认可,受到了尊重 身上的美好品质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一双儿女 上天赐给我一双金童玉女 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 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让我的生命充满生机 是孩子给了我二次成长的机会 给了我追求进步的动力 是孩子让我认识到父亲这两个字的崇高含义 让我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妻子儿女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给了我一个温馨的感望 让我有了归属感 我对前来咨询和求助于我的家长孩子 也惨怀感激之情 他们对我那么信任 有的千里迢迢来找我 是他们给了我学习实践的机会 虽然他们的家庭教育 还有不少需要提高的地方 但每个人身上一定有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他们的阅历是我不曾经历的 他们让我积累更多的人生经验 让我对家庭教育多了一份感悟 让我的阅历更加丰富 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不应该感谢他们吗 在谈话中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已成为我的口头肠 来访的家长和孩子 在我这里受到了尊重 收获了自信 看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都会表现得信心十足 由于来访者接纳了我这个人 也会不折不扣接纳我的观点和建议 即爱无即无 可以说是我的感恩意识 让邦教效果更上了一层楼 在我的影响下 我的两个孩子也很有爱心 感恩心和同情心 儿子心残忑软 见不得可云人 他常说 那人多可云 我们帮帮他吧 一次 他在街上看到一个瞎眼老太 便把自己买鞋的钱给了老太二十元 自己却买了双廉价鞋 亲戚朋友到我家带点礼物 儿子总有过意不去的感觉 有时他会唠叨几天 念叨几天 儿子时常提醒我们 啥时候去玩博家呢 今天去看我舅舅吧 明天该去医院了 刘阿姨住院已经三天了 每次去看亲友 儿子总嫌带东西少 上高中时 一位同学为一件小事搬过儿子 儿子一直记在心里 2010年 得知这位同学结婚 儿子不顾感冒发烧 赶到数百公里外 参加了同学的婚礼 并给同学送了份厚礼 他说 人情债是最大的债 一位哲人说过 认为自己幸运的人 是真正幸运的人 儿子妮妮就是这样的人 女儿常说 座位的人对我那么好 我太幸运了 只想支配行动 女儿非常懂得感恩 2008年元旦 女儿第一次去香港 给所有的亲戚都买了礼品 他刚上班 工资不算高 但每年春节 还今周回家 总忘不了给大家带东西 他宁肯自己手头截据些 也不会落下一个人 女儿心态好 心理素质也好 每天总是乐呵呵的 他善于替 替人着想 从不和人闹别扭 周围的人都喜欢这个小女子 她人缘特别好 我几乎没见过女儿 忧愁烦恼的时候 每次打电话 发短信 女儿都会把快乐 传递给我们 阎兰一个幸运天使 2008年 我母亲在广州 军居总院 做心脏搭桥手术 手术前的几天 女儿儿子 都经常往医院打电话 给奶奶以精神安慰 特别是女儿打电话更勤 每天都要打数次电话 除了安慰奶奶 有时还给奶奶讲个笑话 以缓解奶奶的精神压力 母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小妮子太可爱了 多么懂事的孩子 手术前后 我们兄弟几个 全部都在医院 我们尽心尽力照顾母亲 变着法 让母亲吃好 休息好 还增心恐后 给母亲输血 给母亲以强大的精神力量 我们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感动了医生 护士和病友 他们都称赞我们家风好 都说我母亲有福气 村里美美来了耍猴的 吹唐人的 玩杨戏的卖艺人 外祖父总叫家人 给送些粮食 再给两磨 有时还送衣物 他总说 外乡人背井离乡不容易 外祖父家粮食并不宽宇 但凡事来向他借粮的 他从不推辞 尽管他有时还要向别人借 他在乡乡无礼 也算个有身份的人 他的心爱之物 南洋玉霄 常改烟袋 什么人都能借出来 认识的不认识的 甚至逃荒的要饭的 只要开口 他都会乐呵呵递上去 他亲手种的 质量上层的兰花烟 也会让人过足影 土改时 按照外祖父家的土地面积 他应该被画个地主成分 至少是富农成分 工作队 动员长工述苦 长工一本正经走上台 却控制不住感情 鼻涕一把 泪一把 更生疏对我比亲儿子还亲 要不是他 我和女儿早饿死了 他是我的大恩人 述苦会变了胃 是工作队没有想到的 工作队再三动员 不但没人揭发他的罪行 不少人还讲了他的好话 工作队长 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 形上积德 能消灾免祸呀 最后 外祖父家被画上了个中农成分 和外祖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邻村另外一个人 此人土地没外祖父家多 因为战士欺人 为父不仁 土改时被画为地主 始于非命 其子孙数十年被人瞧不起 受长辈影响 我生知善良是历生之本 善良是最可靠的附身符 善良最能让人受益 我力求让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 同时不忘事事引导孩子行善 2001年暑假 我带儿子到郑州旅游 回洛阳时 在郑州火车站买票 暑期客运高峰 买票人特多 排了半天对才轮到我 我掏出50元买了两张票 售票员找我20元 片刻售票员把钱退给我 让我给调换一下 理由是50元 票面缺一小脚 我掏出一张百元钞票 递给售票员 售票员找我70元 去乘车还有一段时间 我带儿子到存债办事 快到目的地时 突然想到售货员多早了 20元 我要把钱送回去 我单极烂出租车司机 调转翻向直奔火车站 送钱的过程有一个小插曲 由于我直插售票窗口 排队的人不愿意 其中一人说 先生请排队 我抱以微笑 我不买票 只给售票员讲一句话 售票员看我插队 表现得既不友好又不耐烦 先生一把年纪 怎么没一点自尊呢 后面排队 我仍然面带微笑 我买过票了 我来送钱的 送什么钱 刚才买票 你多早我20元 什么时候 我怎么会多早钱呢 大约一小时前 我两次给你150元 车票是30元 你共早给我140元 售票员面露亏损 对不起 谢谢 排队的乘客 投来暂时的目光 耽误了一个多小时 来回打车 花掉了18元 也交到不少误解 这样的事 在很多人眼中 是不可思议的 肯定有人说我傻 但我认为 这是一件 极有意义的事情 我在孩子心中 种植美德 我在交给孩子善良 付出再多也值得 当然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事 儿子不免抱怨几句 给他送钱 他还那么凶 我说 这也不能怪他 那么多人买票 工作量那么大 带点情绪 也在情理之中 他态度不太好 但动机是好的 他在维持售票秩序 多找了钱 他要掏腰包 不易制裁 我们不能要 做上事 有时也要付出代价 不免被人误会 还可能受委屈 虽然价 做 务实费钱 但我们心里安宁了 我们对得起 自己的良心 这份 心安理得 是千金难买的 儿子点点头 有一个农民 叫韩来生 年老体弱 儿子在外打工 他一个人生活 本来已经 举步维艰 又得了脑血栓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我数次给他掏钱 送吃的 还雇车送他到民政局 申请救济 我经常教育儿子 多关注落实群体 多帮助残疾人 在我的影响下 儿子两次来给韩来生 送粮 送菜 送绵衣 儿子的善良 是扎根于心底的 每次我和儿子上街 碰到乞丐 我总要给一两元钱 儿子却说 你那么小气 人家多给 人家多可怜 你就不能多给两个 儿子上初中期间 一次上街吃饭 看到一残疾儿童 他毫不犹豫地 给了残疾孩子五元钱 儿子口袋只剩五角钱 买了两个萨饼充鸡 我女儿妮妮地 真诚善良 也是出了名的 同学向他问问题 他不厌其烦 问一答三 周围人 托他办什么事 他特善心 他善于换位思考 习惯替别人着想 下雨时 他常带两把雨响 平时总准备数字水笔 他有一种思维定识 凡是习惯 从自身找原因 晚宇今天态度冷漠 是我和他沟通不到位 择乱在我 留会情绪不好 是我对他不够关心 他家在外地 身体又不好 我是他同桌 又是好朋友 帮助他 是我分内的事 上中学乃至大学期间 他宁肯 自己手头截巨蝎 也不忘帮助别人 对于家庭条件差的同学 他常常给些饭票 买些生活用品 校养卡也是残借给同学院 不敢说我的一双儿女 能力有多强 但我敢说 他俩绝对是善良的人 我对他们进入社会 是满怀信心的 因为善良的人 是和世界摩擦最小的人 是最容易和周围人 和谐相处的人 也是最容易走向成功的人 善良是人类的美德 但是为什么却有不少 却有不少的家长 纵容自己的孩子向恶呢 人上被人欺 马上被人欺 是这些家长的担忧 所以在对孩子的教育中 就无形地助长了孩子饿的一面 鼓励孩子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事实上 这是一种狭隘的观念 和不自信的表现 纵观历史 能成就大事业者 都有一颗 为民分忧的善心 而那些斤斤计较 牙字必报的人 往往难成大起 我以50年的人生阅历 告诉大家 我们留给孩子最大的精神财富 应该是健全的人格 他比优良的学习成绩重要得多 而健全人格的底线是善良 只有善良能给孩子带来终身的幸福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善良的人 无论他以后是大名鼎鼎的什么家 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 他都能凭着自己的善良 去开创美好的未来 评价一个孩子 最直接的是语言 孩子感受最多的也是语言 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无条件的接纳 父母在对孩子评价时 要谨慎用心 切不可满嘴唠叨 随意评价 不计后果 父母要经常对孩子说 类似这样的话 这件事情虽有一定难度 但爸妈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不管结果怎样 爸妈永远爱你 看到你在努力 爸妈真为你高兴 看得出来你很难过 爸妈非常理解你 愿意为你分担痛苦 这件事情你已经做得很好 在爸妈眼里 你永远是最棒的 爸妈是你的拉拉队 永远为你喝彩 为你加油 父母能把语言的功用发挥好 多说具有建设性的话 多传递给孩子正能量的 正面的积极的信息 孩子就不会否定自我 贬低自我 孩子不间断地接收到 父母传送的正向信息 就会不断强化 对自己的积极评价 从容面对各种困难 挫折 有了积极的自我评价 孩子就会愉悦地接受自己 自由地发展自己 健康快乐地成长 第二 善于发现孩子的闪观点 法国雕述家罗丹说过 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一位教育专家也说过 你能发现孩子身上十个优点 你是优秀的父母 你能发现孩子身上五个优点 你是合格的父母 你发现不了孩子身上的任何优点 你是不合格的父母 孩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品 为人父母要有一双艺术家的眼睛 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闪观点 善于发现孩子的独特之处 要把眼光顶在孩子已具备的能力上 让善于发现孩子每天做得对的地方 并及时把父母的感受传递给孩子 这种思路只有你能想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复杂的事情 你一会儿就搞定了 你的作文被作为放文 妈妈脸上很有光 你给妈妈讲海伦凯乐的故事 让妈妈感动了好几天 你做事那么整洁 有序 使用过的东西 总能放回原来的地方 你给妹妹做出了板样 爸爸好感动 一个孩子经常得到父母的肯定 受到父母赞许 知道自己的优点在哪里 他的长处会更加发扬光大 他的强项会更加成为优势 也必定会越来越优秀 永远不要对孩子说泄气话 气可鼓而不可泄 不少家长给孩子鼓劲 而是装扮孩子的气门心 给孩子放气 听到家长的泄气话 孩子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 再也弹跳不起来 下面的话大家一定比较熟悉 13岁的小兵偷钱上马 天天在外流浪 在外地工作的舅舅和小兵通电话 小兵对舅舅说 舅舅我不想上学了 我妈说了 不指望我 将来指望我弟弟呢 妈妈这句话传达给小兵的信息是 你已经报废了 听到妈妈这样的话 小兵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 妈妈给助校的王普打电话 儿子今天在学校没放事吧 妈妈的本意是担心儿子违反纪律 却给了儿子消极的暗示 儿子不免这样想 妈妈最了解我了 我最容易出现状况 我就是管不好我自己 上初二的江琪学习一点不在状态 爷爷问起缘由 江琪说 我爸说了 让我在初二留一级呢 得到爸爸手肯 江琪自然不会卖力了 反正二年级还要重读呢 上高一的黄胜 学习在班上是最后几名 他视频把我一点也不着急 老师找他谈话 黄胜说 我妈说 真学不进去 让我上计校呢 一个人要有退路的话 怎么都不愿意努力 爸爸烂饭 饭钱去办件事 由于某种原因 事情办得不太圆满 妈妈有话说了 我就知道你做不好 你爸偏让你去 爸爸 妈妈的话外话是这样的 你本来就不中用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得到这样的心理暗示 饭钱对自己评价越来越差 办事能力越来越弱 和孩子说话 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 对孩子说的 所有话 务必要经过大脑 甚至要深思熟虑 容易产生副作用的话 支持孩子泄气的话 不利于孩子成长的话 一概不说 很多家长并不知道 正是自己信口开合的一句话 对孩子造成了消极影响 但家庭教育陷入了被动局面 祸重口出这句话 同样是与家庭教育 警方语言力鉴 伤害孩子 现实中的父母 没有不爱孩子 如果有人拿小刀 在孩子身上发出一道印 即便没有出血 家长也会和他挤 甚至会和他拼命 令人痛心的是 不少家长天天 往孩子身上捅刀子 自己却盲目不仁 熟视无睹 几乎有一半的家长 经常这样对孩子说话 你真笨 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你看人家刘帅 什么都比你强 我前世造了什么孽 生了你这个不攒劲的东西 就凭你这样的学习态度 将来就是个 剪破烂少大街的料 哭什么哭 冤枉不了你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就是不攒机型 难道你是猪脑子 这些话太恶毒 太具有杀伤力了 父母这样对待孩子 孩子怎么能健康成长 父母这样评价孩子 孩子怎么会有积极的自我评价 看看我们的孩子 哪个不是遍体鳞伤 另能费解的是 伤害孩子的 竟然是口口声声爱孩子的人 竟然是血浓与血的父母 大量的事实证明 对孩子伤害最多的 最深的 往往是他们的父母和亲人 因此 也有理由相信 父母和亲人 给予孩子的正面评价 能产生最广泛 最深刻的积极影响 所有的父母 都应该用一颗宽容 欣赏的心 帮助孩子在家庭中 建立起良好的自我评价 为他们的人生之路 打下坚实的基础 也为他们的生命之火 储存巨大的能量 三 善良是立身之本 善良是人类的美德 但是为数不少的家长 却因人上辈人妻的担忧 助长了孩子饿的一面 鼓励孩子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是一种狭隘和不自信的表现 一个善良的人 是和世界摩擦最小的人 是最容易和周围的人 和谐相处的人 也是最容易走向成功的人 而那些斤斤计较 牙之必爆的人 往往难成大起 亚里士多德说 行善的人生 是有意义的人生 除非你善良 否则你不可能快乐 大量事实表明 冥冥之中 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为每个人记着一笔赞 善行与恶行 比比分明 每个行为都是一个因 在将来的某一天 还你一个果 这就是因果报应 这不是迷信 也不是宿命论 而是人生责利 俗话说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不是不报 时机未到 还有一种 更贴近现实的说法是 近报自身 远报子孙 比如 你是一个惰性十足的农民 你的地里 不会展出好的专家 反之 你天天在地里 灰汗如雨 精根细作 你的专家 必然比别人产量高 你竟干些 损人利己 危害社会的事 早晚会受到道德的谴责 法律的惩罚 你不遗余的为他人 为社会奉献 必定会得到丰厚的回报 尽管你不在意这些回报 2007年春节 我请人写了一幅对联 诸欲非宝 书为宝 万事皆空 散不空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 是虚无缥缈的 都是过眼云烟 而机德行上 绝对是看得见 摸得着的 关于善良 我外祖父的德行 是最好的诠释 1944年 卖收零件时 外祖父家的麦子 被人割了一大片 第二天 他想看个究竟 夜色中 有个人正在割麦子 看见有人来 那人丢下镰刀和弹子 欢欢张张逃走了 看背影有点像本存的沾山 外祖父又割了鞋麦子 凑够一袋 当了两山里路 静止挑到那人家 沾山惊魂未定 却看见外祖父 把麦子担到家中 他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红着脸说 根深疏 外祖父名叫 陈根深 我对不住你 外祖父气喘吁吁的 扶起他 诚恳地说 你去割我家麦子 肯定是接不开锅了 明天把麦子打一下 让孩子吃两顿饱饭 以后有啥困难 你尽管说 沾山第二次跪下 气不成声地说 我割你家麦子 你没责怪一句 又这样待我 叫我说什么好呢 你家麦子 再不会有人割了 我替你看着 外祖父家里 有两个男孩子 儿子和子儿 送出去散学 后来又参军 家里剩的 全部是娘子军 全家十多口人 就他一个劳动力 找了个长公 还有个拖累 带了个三岁幼女 外祖父 纵火累火 抢在先 长公只是给他 当个帮手 长公和女儿 吃的是白面膜 外祖父和家里人 吃的 却是波夫面膜 家人抱怨他 偏向长公妇女 他说咱对他 紧好慢好 他还会有 寄人篱下的感觉 咱要对他不好 他在咱家 一天也待不住 家人莫了 现实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缺少执着精神 做事总是 清平点水 潜藏折子 一掠而过 最终一事无成 有的人 年初开了个饭店 年中开了个商店 年底又开了个发廊 每个行业还没有 深入进去 规律性的东西 还没闹明白 就匆匆关了门 这一行前景不行 那一行不适合我 换来换去 亏损是注定的 我认为 没有前途的行业 只有没有前途 没有没有前途的行业 只有没有前途的人 在你立足之处 深挖下去 并会有侵权 涌出 任何行业都能搞出名探 就看你有没有执着的精神 有个人成功申请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公费留学 朋友们急切地问他 秘诀是什么 他说 其实很简单 这和你追求人生 很多宝贵东西 如工作 爱情 婚姻 幸福一样 就是你必须闪耀 非常非常闪耀 闪耀到要发疯了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不能如愿以偿 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力不够 也不是因为我们时运不济 更不是我们没有机遇 而是我们没有想要到发疯 要记住一句话 想要是一般人的心态 而一定要 这是执着的心态 喷泉的高度 不会超过他的源头 人的成就 不会超过他的信念 一个人具备了 执着的品质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你执着于事业 你会有所建树 你执着于教职 你会收获颇风 但你真正执着于某一件事 上天也会被你感动 全世界都会为你烂路 我用自身的经历 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如果每一位家长 都能用一种执着的精神 投身家教实践 就没有教不好的孩子 如果每一位家长 都能以执着的心态做事 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良好的心涛 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具备了执着的品质 他就在这个社会上 具有了第一竞泽力 自我评价是人生的投影 一个孩子能否健康成长 将来能否驾驭自己的人生 和他未成年时期的自我评价 有相当大的关系 让一个孩子有良好的自我评价 实际上相当于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 他的一切行为 都会朝着这个暗示前进 什么是自我评价 简单的说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度 一个孩子青春期前 重要的心理活动 是建立自我认知和自我评价 孩子自我感觉良好 有足够的信心 是成长的最大动力 一个孩子 一旦自我评价系统被扭曲了 给自己贴上次品 等外品的标签 就会产生消极的心理暗示 他不再努力了 能力越来越弱 因而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久而久之 孩子会对自己反感 甚至厌恶自己 这类孩子看世界一片昏暗 和社会格格不露 人生前景往往不拢热光 亲者浑浑噩噩自暴自弃 众者仇视他人 走向社会对立面 极端者放弃自己生命 伤害自己的亲人 如果父母能给孩子充盈的爱 能无条件接纳孩子 认可孩子 能尚于发现孩子的赏观点 能赋予孩子内心足够的力量 孩子就会喜欢自己 认同自己 就能在内心建立正面的 积极的自我评价 从而获得坚定的信心 帮助孩子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评价 就等于为他的成功人生 夯实了基础 这样的孩子进入社会 就能从容应对 就能很快适应环境 就能用智慧化解各种矛盾 从而与复杂的社会和谐相处 习惯于对孩子消极评价的父母 看孩子缺点多优点少 总觉得自己孩子不如别人孩子好 他们对孩子求全责备 鸡蛋里挑骨头 受父母不良评价影响 孩子不免对自己产生怀疑 甚至看自己一无是处 惨此以外 孩子觉得自己不重用 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 自己不配得到美好的东西 甚至认为自己不该来到这世界上 美国成功学创始人拿破仑西尔 回忆自己的经历时 强调说 是我的继母造就了我 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小时候被认为是一个坏孩子 假如有坏事发生 人人都会怀疑是我干的 他们认为我坏 我就专门做坏事 反正他们都这样认为 我母亲死了 有一天父亲宣布再婚 一天上午 继母到了我们家 我怀着敌意看着他 父亲带着他走遍了每一个房间 他很高兴地问候我每一个人 他们走到我的面前 我直立着 双手插在胸前 丝毫没有对继母表示欢迎 父亲说 这就是拿破仑西尔 是西尔兄弟中最坏的一个 我不会忘记继母 是怎样对待父亲这句话的 他把双手放在我的两肩上 两眼闪烁着微笑的光辉 只看着我的眼 消除了我的敌意 继母说 这是最坏的孩子吗 完全不是 我看 他是这些孩子中最伶俐的一个 我们做父母的 要做的一切 就是把他所有的优秀品质 发挥出来 继母总是鼓励我依靠自身的力量 自定大胆的计划 坚毅的前进 后来证明 这些计划就是我事业的支柱 我的继母造就了我 因为他深厚的爱和不可动摇的信心 激励着我成为有出息的那种孩子 希尔的故事说明 父母对孩子的评价足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希尔的父亲给他贴上了坏孩子的标签 希尔变得越来越顽略 希尔的继母初次见面 就发现了他金子般的品质 给了希尔热情洋溢的鼓励 正是基姆积极的评价和对他智慧的成就的预言 让希尔对自己有了一个良好的自我评价 从而产生了强大的内心力量 希尔后来成为一代大师 被美国总统罗斯福聘请为高级顾问 引导千万人走向成功 良好的自我评价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机 也是获得他人和社会认可的基本保障 试想一下自己对自己评价尚且不佳 别人对你的评价又能怎样 你对自己持怀疑态度 别人怎么会信任你 你对自己都没有信心 别人怎么会真的有信心 你都不肯接受自己 别人怎么会接受你 你连自己都不认可 别人怎么会认可你 你极端轻视自己 别人怎么会把你当作重要人物 反之你内心对自己评价很高 别人自然会对你肃然起敬 你视自己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别人从你自信的眼神中 也能读出一些信息 眼前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你十二分相信自己的能力 别人自然会对你刮目相看 实践证明 一个自我评价很高的孩子 往往不畏惧挑战 能承受挫折 适应能力强 也懂得自律 这样的孩子比较容易 融入学校 融入社会 他们到什么地方都受欢迎 因为良好的自我评价 让他们有足够的勇气 直面生活 生活的历练 会让他们成为佼佼者 自我评价对一个人如此重要 那么怎样才能帮助孩子 建立良好的自我评价呢 我给家长朋友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 无条件接纳孩子 让孩子有良好的自我评价 父母首先要无条件接纳孩子 无论孩子表现怎样 爱一个完美的孩子 人人都能做到 爱一个不完美的孩子 好多家长做不到 有位家长说 孩子表现优秀 我当然爱他 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怎么爱得起来 这哪是爱孩子 这是极端功利 这位家长 并不知道 孩子表现不优秀 不可爱 是他没有被接纳 被认可 是缺少关爱的结果 优秀的孩子 都是父母用心浇灌出来的 最不可爱的孩子 往往是缺少关爱的孩子 也是最需要关爱的孩子 我们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 无条件接纳孩子 全心全意爱孩子 是我们的天子 爱孩子 不应附加任何条件 如果连父母都不接受孩子 学校 社会 又怎么会接受孩子 其实很多成年人 看不顺眼的地方 恰恰是孩子的正常表现 父母眼中的缺点 未必是缺点 很多是孩子的天性使然 和个性表现 再说 孩子有一些不足之处 是正常的 没有缺点的孩子 是不存在的 是不足之处 我这些不足之处 是不足之处 我这些不足之处